哈囉大家好,在聖鬥室 開放的當天 同時也增設了一個小道具 就是玩家現在在進入戰鬥之前 在選戰友的這個階段 下方可以有道具選擇 那目前現在有看到有三種道具 分別對應的是你使用過後 會增加你經驗值1.5倍 以及使用過後增加金幣1.5倍 以及你使用之後 會額外再掉落一張網卡 那網卡我看起來定義就是關卡的最後一關 為了測試我特地去打那種很爛的關卡 只要最後一關 有掉卡片最後在結算的時候 它是會給玩家兩隻的 然後道具就會成功的消耗-1 但如果在最後一關它沒有掉卡的話 那你這個雙倍網卡掉落 系統就會繼續保留下來 然後再來當然就是最重要的取得的方式 詢問過官方之後 經驗提高跟金幣提高這兩個道具 在未來會用大眾免費的方式可以獲得 預計是之後的禮拜一禮拜二禮拜六禮拜日的免費禮包 都可以拿到 又或者會有哪些取得的方式 可能要到時候再看官方的決定 然後雙倍網卡的部分 短時間暫時還沒有入手的方式 但是之後可以再期待一下 然後影片最後這裡準備幾個QA 首先第一個上限的部分會有20個 以後會不會再更高我不知道 但是官方暫時跟我說目前設定是最高上限20個 然後在使用上會不會有限制 例如說我輪迴可以用嗎 其實這個道具現在已經發放了 那如果你打輪迴的時候應該會發現你是無法使用的 所以通常情況你如果不能使用的話 它是直接給你進場都不給你使用 阿如果可以用的話 比較有幀率是王卡的部分 剛也有解釋過 只有在最後一關王光有額外掉落該卡片的時候 在結算時才會額外再獲得一張 如沒有那這個道具就不會被消耗 再來暫時現在的這三個道具可以一起開嗎 答案是不行 進入關卡的時候 最多一次只能夠選擇這個額外的福利道具 來去做使用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問題 這些道具有沒有建議的使用方式 那我自己這邊主觀的個人想法 金幣應該暫時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而經驗值的話可以針對一些官方特別活動的時候 再來搭配做使用 而雙倍王卡掉落的這部分 我會比較傾向於夢魘級這種比較難度高的挑戰關卡 而且是能夠使用的狀況下才會去做使用 阿平常的話盡量都保留下來 好那麼今天的介紹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ängen一下 好了 我們下部 spirits